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好! 我会告诉你,要跟胡说过 则是什么? 就是什么方法 用这个问题来问顾问 顾问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们马主信仰的宗教经典教我们 修仁义则归以胜 心禅害则罪以类 而且马主也教义我们 善恶人要分清楚 要永离恶人 要除非对待所有的众生 马主信仰这样的一个教诲 我们来自己的体悟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恶人 恶人就是放华 损人 利己的人 后世他违反道德 以利己 那这种人就是自私自利 我们归为恶人 所以马主叫我们要永离恶人 那还人是什么 还人就是为自利 不损人以利己 还有讲双赢 利人以利己 就是一般的凡人 那所谓的善人 那就是能热心不损己以利己 然后后世存心损己以利己 最终所谓的圣人 马主叫我们要超还入圣 要去追求做一个圣 那什么是圣人呢 圣人就是究竟顺己以利己 我们先懂得什么是恶人 什么是恶人 什么是还人 什么是善人 什么是善人 什么是圣人的定义 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如何处理事情 来相待 人际关系的如何对待 我们就知道了 就如何了解 因为妈主是圣母 我们是妈主信仰 都要追求超还入圣 在夫妻之间 宗教信仰不同 我们要有一个认知 只要是正信的宗教 都是欠人为善 所以你的另外一半 有宗教的信仰 不管是认得的教派 认得的宗教 主要他是正信的 他就是要向上 就是想办法做一个善人 甚至于追求一个圣人 这一个正信宗教在教导的 只要我们另外一半 是所谓的正信宗教 我们就要去鼓励 要去支持 不要把它当作敌人 还说什么要互和平相持 要齐长补短 不要这种讲话 他好像有不对的地方 不可启之刺 你才要跟他谈和平 忍耐一下 和平相持 他有缺点 优点我们要来用 缺点我们来调教他 不要这样讲话 因为他是一个善人 要绝求超凡入圣 有那种宗教 皈依这种正信宗教 绝求超凡入圣 他已经是个善人向上了 而且要入圣道 我们就要全力的去支持他 不要把它当成对方 敌方来对待 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心 那更要分享的是 这个夫妻之间 我们一定要有个了解 夫妻之间的结合 都是因为爱情 男女的一个爱情 那男女的爱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是善脸 对方应该是一个善脸 所以我们当时会爱上这个人 我们就要很谨慎 要去看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如果是个恶人 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远离 那倒是这个平凡脸 他讲双赢 而且自己会去努力 会助力 我们会爱他 因为他会向上 他会谈双赢 对我们有利 对他有利 他是平凡脸没有错 可是他这种心是正常的 那我们也可以去爱他 那我们是要努力向上 那追求成圣 纠正 选取而历脸 我们一定会去感动他 那个还脸 他哪一天会变善脸 善脸哪一天会变善脸 那我们去感动他 跟我们一样同样的宗教信仰 信奉天上圣母 就圣母的孩子当一个圣人 那如果因为阴廉的不同 他是不同的宗教 可是他的宗教 也是欠他为善 也是欠他向上 向善 上面的善 善良的善 都有 也是在操还入圣 那我们不要用敌方对待对方 这种心态 我们要完全的就近损迹 以利他 就是我们无我 我们放下我们 我们要成全他 我们爱他 所谓的爱情 就是要 就近的损迹 以利他 爱他 所以当你要结婚的时候 我常常奉见年轻人 你要考虑这一点 你能不能没有我 完全损迹 就是没有我 来利益他 恩益为他牺牲一切 就像男生 恩益把财产的分享给你另外一半 所得都交给你另外一半 那如果你这样的信念他 这样的爱他 那可以牺牲自己 那我们再结这个婚 当然我们理性一点 也要去判断 他是不是恶人 所以爱情是一对一 是我们的第一个 当菩萨 写起马子慈悲 那种爱 所以爱情是一对一 那种感情 我们的第一门功课 是一对一 我们会心动 然后到最后我们的恩益 损迹 究竟损迹而利他 所以我们来结合 所以我女中有你 你女中有我 你跟土才能相容 才能谈到爱情 才是夫妻 你夫妻之内感情 才能坚固 不已 那如果说你的对方 是一个犯法 损能利己的人 然后呢 是一个 违反道德 而利己的人 很注释的人 那我们要恩离 我们怎么会去爱上 这样一个人呢 你妈祖叫我们恩离 你竟然还是爱上一个人 还臭脏气 那当然你 你这段婚姻 早晚要离开的 不是 go tofu 对方 真的 有 encrypted 在一侧 一侧 也可 都占回 我们 那 стол 不辩合 首会 但是 對他的宗教信仰的行為 我們要關心而且感興趣 這個宗教是什麼 感興趣 去了解 去理解 這個宗教有這個優點 了解為什麼 另一半會喜歡這種宗教 然後我們要尊重這個宗教 另外一半 他永遠是對的 我們要究竟損己以利於他 所以他永遠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支持他 愛護他 承全他 要想辦法 他在這個宗教信仰中有成就 可以贈得果位 要幫助他 所以後去後來要幫助他 那我們才是一個聖人 因為我們的宗教信仰 我們媽主的信仰 就教我們這樣的 當一個聖人 究竟損己以利他 從我們另外一半 從愛情開始 所以真正的愛情 就是我們沒有我 都全心全意的愛護對方 奉獻給對方 不要去批評什麼 當然對方如果是個惡人 我們要想辦法去影響他 有智慧去導引他 如果他本性難以就是惡 那我們自然這段感情要遠離 要遠離 當然這是在婚前 你應該要發現 要對方的家庭 他的教育 他的環境 要了解他所接觸的這些親戚朋友 是不是散臉 不然就還是還人 還談雙贏 還會自立 自己會要求自己 不會去損害別人 如果他的親戚朋友 父母親 兄弟姐妹 都是惡人 不能改變 而他也會容易被影響 我們就不要去考慮這段婚姻 對不對 就不要結這個婚 一定要這樣子 媽主教育我們 散惡人要婚親子 然後要遠離惡人 可是要除非對待所有的眾生 去度化誰有眾生 可是你要知道 你跟你相似了一輩子的人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度化他 我們被他度化了 就同流合屋 進莫走黑 所以媽主教我們 遠離惡人 我想我的答案很清楚的 如果信仰也不同 可是他信仰了的是正信的宗教 而且它本身是向善的 他沒有惡的行為 他不是惡人 不是惡善道的人 我們一定要全心全力的支持對方 不要談什麼和平相處 情長不短 不要談這個 我們完全承證它 所以在史瓦界當中 只要在人道以上都有個習慣 一定相互回報 你怎麼樣對待它 它就怎麼樣對待你 所以我們當聖人對它無私的奉獻 無我的一種奉獻 對方也會相互回報 來損它 來利我們 也是聖人 都是互讓的 所以媽子 觀音常告訴我們 什麼叫天堂 天堂就互相的幫助 互助 考慮要對方 沒有自己 都考慮到對方 把自己縮小到最小 把別人扣到最大 都在幫助對方 就叫天堂 所以我們都跟聖人在一起 因為我們自己是聖人 所以你是聖人 你旁邊的人都會聖人 所以佛教講一句話 心靜則國土靜 那你正報自己靜了 自己乾淨了 你旁邊的衣報環境 回饋回來的就是乾淨的 所以不要去想這一個 主要是法界性高的人 都是相互回報 你怎麼對待人家 人家怎麼對待你 所以不要去想 我都讓那那那那 他都在人頭清昆 這樣會移除外17年 你不能授枯 gaps 就审時你也能睬 sto上去 所以我爆點右17年 結局的官司是在這裡 大家要問一個ắn picks up 善惡人分清齒 何拍人分清齒 善惡人 可是慈悲的對待所有眾生 度化所有眾生 度化有言人 有福報 有智慧的人 所以你有福報 你有智慧 你會究竟損己而立人去愛對方 愛另外一半 你另外一半也會究竟損己立人 以聖人的行為來對待你 我們就生活在天堂 天上的殿堂 因為我們是天上聖母的孩子 以上是顧問的小小簡見跟你分享 如何對待 顧問你已經講了 不要有那種和平 相持 期長不斷的想法 我們完全 他永遠是對的 我們尊重他 我們愛他 我們也要犧牲我們的宗教信仰 可是宗教信仰是我們的心 因為他有心也跟我們一樣 宗教最後一切唯一 都是一 一切一切一切 一切唯一 這一切的道理 這是很深的合理 這是我們開悟了 我們了解了 我們悟就是我們慧明 有智慧明白了 以上是顾问的潜在供大家参考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妈祖慈悲 谢谢大家